就是因为四点多起雾 所以就停飞 我们今天早上就来排候补 今天早上派一班加班机给我们 七点钟的加班机 等到九点钟他又说取消了 说好的加班机也取消了 旅客拖着行李等候补 心越来越急 因为小港航空站已经取消了六个班次 昨天远东有取消了三个航班 立荣取消一个航班 那今天早上还是没有达到 四航天气的标准 所以远东的班次跟立荣班 但是各取消一个班次 所幸金门机场在接近中午时 开始起降航空公司 已经紧急调度飞机因应 将可在下午完成全部旅客输运 大家请问 欢迎珍珍瑞萍 高雄报导 今天的民生话题 最近买菜大家应该很有感 一颗高丽菜一公斤从18块 跌到只剩两块钱 国内的菜价面临崩盘回击 除了修饰太多 另外还包括了产量过剩 以及气候变化等等 都有影响农民与菜饭市 叫苦连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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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